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看回我都很滿足 有一位年輕工程師跟我說 為何選入電機工程 他發覺如果在這麼多工程專業裏 找一件工作是每個市民都要用得到的 沒有酒雞的 他想到會變成一樣 那時候有點貪心 貪心什麼呢 做什麼能夠每天廣泛地推動香港 或者建設香港 我一直想 最後讓我想到一件事 韓國業無論不同的專業 都要用一件事 需要用電 那這一段 我突然間穿我的燈 這個理想方面 我希望多點在建築方面 因為我覺得建築這件事 是維持四五十年的建築力 如果可以參與到一些項目 是自己是一個 團隊裡面可以很自豪地說回 某個建築物 我是自己有份參與的 我覺得對於自己是一個好的回憶 或者一個用心 所以在工程師的培訓A計畫方面的增加資助名額 其實都看到政府都關心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因為這個既是我們的未來 同時如果年輕人失業 其實都帶來其他更複雜的社會問題 我覺得博士可以爭取這個A計畫的資助名額 其實是可以擴闊了畢業生的選擇 同一時間其實訓練工程師是需要時間 我們今天即使在疫情下 可以在比較經濟環境差之下 如果都做到這一範疇 將來香港工程項目再更多推展的時候 我們現在足夠的工程師去支持這個發展 其實現在我覺得有感覺 就是有一點像一個四季 就是春夏秋冬大家有自然的現象 但是我也有一個人造航東的感覺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做的工程師 其實是看遠的 是為將來做準備 所以我是有點擔憂 我相信一方面就是學好自己的專業 做好自己的專業 第二 第二 亦都真的懂得去冷靜 客觀分析各種社會上的 光怪陸禮的政治現象 不要給一些 真是 這種似是而非的口號 以所謂的政治道德高地 是糊填了 這是很重要的